祖母带着孙女来参加葬礼 当看到死者的那一刻 她瞬间愣住了 因为这位老人刚刚和她坐在一起 老人也意识到女孩能看见自己 于是向她寻求帮助 女孩说怎么才能让她相信是你说的话 老人将头凑到女孩耳边说 随后女孩来到老人妻子面前 将头凑到她耳边把老人的话叙述了一点 听着听着老奶奶留下了不舍的泪水 她知道这是丈夫最后告别的话语 老人渐心愿意完成 便无遗憾地离开了这世间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她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可她看见鬼的能力还是没有消失 比如说那边坐着的小伙子 骑士对面正坐着她母亲的灵魂 正催促她抓紧找个女朋友 还有旁边的营业员 她的父亲也在旁边不停地向她劳劳 而他们没有投胎的原因 是因为有未了的心愿 这天梅林在睡觉时 一个士兵鬼魂找上了门向她寻求帮助 梅林本想拒绝 听到男人所说 梅林心软了 男人表示她死在一个山谷里 那里很暗具体在哪也不清楚 梅林询问她的名字 男人自称保罗是一位忠士 说完便消失不见 为了找到死者尸体完成她的心愿 梅林一大早便开车出去 经过调查 得知她失踪于三十年前的越南战争 至今下落不明 梅林自然知道她已经死了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梅林来到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 拿到了关于保罗的全部资料 随后根据上面的地址 来到保罗曾经居住的房子 见到一个小伙子在搬东西 于是上前询问才得知 这个小伙竟是保罗的儿子迈克尔 更让梅林震惊的是 保罗的妻子在他死后的第三年 也因病去世 那为什么保罗昨晚说 他的妻子快要生亡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迈克尔挺着大肚子的妻子 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随后他将这件事告诉了闺蜜 闺蜜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梅林解释说 当一个家庭出现重大的变化时 比如生小孩 影响会扩散到王者的世界上 唤醒某位故人的灵魂 而保罗不知道生小孩的 不是自己的妻子 而是自己的儿媳 因为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坠机前 为了找出保罗的尸骨 梅林询问他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 保罗说他依稀记得 自己在一架直升机里 敌人从树梢攻击我们 紧接着直升机慢慢坠落 下坠时 看到旁边有一连瀑布 他知道自己无生还的可能 唯一的遗憾 就是无法见到即将出生的孩子 随后梅林将他带到 他妻子的墓碑前 将一切都告诉他后 他痛哭不止 他叫什么 我的儿 他笑了 因为这是他父亲的名字 这也是他和妻子当初商量好的 他希望梅林能将自己 怎么去世的真相告诉儿子 以及对家人的思念 晚上梅林来到迈克尔家中 将他父亲去世的一些线索 还有对他的思念都讲了出来 梅林说你父亲虽然去世了 但灵魂还在人间 这些都是你父亲告诉我的 可迈克尔怎么会相信这些 认为他就是利用自己 对父亲的思念 来骗自己钱财的骗子 就这样 梅林被轰出了门外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迈克尔主动找到了梅林家中 他说妻子让我打电话 到了五角大梦 并将你提供的线索告诉了他们 他们缩小了范围 在一处瀑布前 果然发现了飞机残骸 他也终于相信梅林所说 他请求梅林能让自己 和父亲说上话吗 于是梅林将刚刚的话 重复了一点 迈克尔刚想让梅林转达什么 梅林说你父亲就在旁边 你直接说就可以 然而第一次和父亲说话的 他显然有些不知所措 保罗让梅林转告他 我见过你的妻子 也很快会看见我的宝贝孙子 我会永远陪伴你们身边 迈克尔说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哪怕我只身前往 我也会将你带回家 可保罗告诉儿子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回家 你的妻子需要你 孩子也需要你 当你的孩子生下来那一刻 一定不要错过他的每分每秒 随后迈克尔提出 想和父亲一起走走 因为这是他多年来的心愿 感受到父亲那温暖的大手 迈克尔笑了 保罗也笑了 拍了几下儿子肩膀 就这样 三十年的父子情在这一刻实现了 梅林也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一个月后 保罗的尸体终于找到了 看到儿子一家三好 保罗很是欣慰 迈克尔也看到梅林的倒霉 他知道父亲肯定也在旁边看着 就在这时 他看到远处有一道光 梅林说你还看到了什么 就这样 保罗朝着妻子那边走去 最终毫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间 我看电视频 都不过来的 感谢观看